好啦,來到第三場,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呢,大家看到一開閘就有幾多馬幾積極下的 尤其是外面那些,怪獸、廚神也一直推 莫尼拉的美麗康子也推的 至於沒有推到的,前速很快的 上轎,這裡死足 而中間這隻龍鑽輝王又靠前速飆了上來,放頭 但其實田土安也一直極力約束著他 這個位置停停先 大家看到,入彎這個位置 就看到莫尼拉的美麗康子就走了三碟了 所以最後包了尾 而中間這隻喜盡之聲,其實國藍的發揮是沒有錯的 但這隻馬和上季他的賽息見到就是熱如生又會好一點 看看這場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場國藍的發揮其實沒有錯過到 不過這隻龍鑽輝王真的沒有 而在他後面就是佳大開心 潘頓的座騎也都是熱門 沿途今場加了一個開防眼罩 沿途就不太結束了這隻馬 一直都有一些搶啊等等 而在他外面的紅龍 就有一隻美麗康子做一做遮擋啊 所以末段其實他都還有 而在外面還有一隻金剛石 全程走著四碟 這樣就... 但是這隻馬很忠心準繩 雖然他不是厲害 但是他是不是都交斷子出來的 最後他也有個第四 相當之厲害 但是你很難預期他會贏到馬 所以長期有分毫 兼顧做冷腳都是好的選擇 而今場來跑第三 的運來復星 和現在是頭馬的英明用將 又拍拖耕緊 在中後搭 兩隻馬都是直路移出去的 英明用將就是明爆贏 等下會見到 而這裏入彎的見到佳大開心 其實現在還沒有太settle 寬頓都跌高一點點 才拉得好一點 所以其實他暫時來說 這隻馬就是很生的 捧得太熱也是不值的 現在看到了 現在出面紅龍 走了出來就開始出頭了 英明用將 頭馬 粉紅色眼罩 移了出來 開到哪 一充已經過了 他已經每段時間22.1 遠比其他馬快 所以呢 所以呢 他現在這個銳勢 上升到上三班 雖然他九歲馬 但是上季他兩分之後 威哥都沒有特得 雖然要爭冠軍 但是都沒有特得安排他季尾再跑 那幾都疼他 今季來到九歲 衝勁一點都沒有減弱度 好像 現在他這個狀態升到上三班 如果對手不太強的話 真的不要小看他 而出面明被他爆贏 就是運來復星 大家都背重磅 但是他這樣都輸了 輸了一段 都沒有太多說了 那你細馬什麼重磅 那材料也不太好 所以石哥都不放心 讓牌仔騎上去減磅 那輸了比較冤枉 就是最出你用力長勝 因為今場7.14檔 反而直路初段 我看到 他是最前往那隻 因為他要等前面這兩隻馬 選好了 移好位 開到哪裏 他才會再移出一些騎島 而他的追勢也僅持於英明勇將 所以抽到好檔 其實護理長勝是相當之有留意價值的 今場大概是這樣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